你知道吗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家 他们的社会福利是公认最好的 那里还有许多世界500强的企业 我们能从媒体上看到的沃尔沃 爱立信 伊莱克斯 一家家居等都是他国企业 看到这里 你知道他是谁了吗 他就是被誉为北欧科技之星的瑞典 你猜对了吗 瑞典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东部 在它的西边是斯堪的纳维亚山脉 东边则是靠近波罗的海 隔海相望的国家有波兰 德国 芬兰 对于瑞典来说 狭窄的海岸线使得它不得不与波罗的海地区 展开经济上竞争和军事上的博弈 瑞典人很善于经商 有着不错的生意头脑 也很愿意对外进行贸易 不过其风格不同于其他的海洋国家 大部分海洋文明兴起于海岛 它不像日本 英国那样倾向于远洋贸易 因为瑞典被封锁在波罗的海 国土内有着大量互不相连的河流 这使得瑞典只能靠着近海和河流发展 但由于瑞典北部恶劣的气候 在天灾到来时 要靠着掠夺为生 中世纪的瑞典就曾经利用河流网络 到欧洲内部进行掠夺 而随着科技的发展 原本的掠夺开始向贸易发展 形成了现在的贸易网络 瑞典是全球最疯狂的移民国家 因为瑞典的国际很好获得 可以找一个瑞典的女人结婚 结婚满两年就能获得瑞典户口 也可以花钱买 做这方面生意的人很多 随便去一个小餐馆打听就能知道 价格也在15到30万不等 瑞典每年6万入籍 160年之后就可以完成换种 甚至也可以不用160年 因为入籍的移民生育率 比瑞典人本地还高 瑞典的超市也有一大特色 就是每一个超市都会有一个 乌彩缤纷的散装的糖果区 然而你以为这个消费区 主要针对的是儿童 那你就错了 其实这个消费区面对的是成人 数字会告诉你 瑞典人对于糖果的热爱程度 根据数据显示 瑞典人每周人均购买糖果量为340克 而一年的人均消耗量则是在17公斤 这个数量在整个欧洲 乃至整个世界都是榜首 而他们买的糖果 大多数都是散装糖 也有不少的巧克力和口香糖 20世纪60年代 瑞典为了减少大量吃糖对牙齿的危害 于是就设置了周六糖果日 只有在周六这一天才能吃糖果 并且奇怪又从娃娃抓起 所以就开始针对儿童 但是这个政策效果不是很明显 很显然孩子口袋的钱多了 自然就可以自己支配 瑞典人的餐桌上奶制品非常丰富 酸奶 奶酪 奶糖 都已经成为瑞典家庭里面必备的东西 根据瑞典经济部门统计 他们国家的奶业产值 一度占自己国家农业的三分之一 而且瑞典人每年消耗牛奶180成 奶制品34000克 这个数量可以排在世界前景 除此之外 瑞典假期也很丰富 无论是产假还是年假 统统都放好多天 如果你家中有婴儿诞生 父母就可以享受480天的带薪假 注意是带薪假哦 在瑞典 如果你不小心失业了 那么恭喜你 你可以从第六天起 就可以得到国家的失业救济 每个月的最低补助在1.3万元 一直补到你找的工作为止 而且办理失业补助也很方便 不用跑这个部门那个部门 也不用层层审核 甚至看人脸色这么麻烦 瑞典人可以光明正大的失业 然后光明正大的享受 失业不住 这羊毛也太好好了吧 总而言之 在瑞典生活是挺不错的 而且他们国家 还有很多世界500强企业 人均GDP 更是超过了5.5万美元 他们的教育方面也很好 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 全部免费 午餐与校车也同样不收钱 学校里面对于高中学生 每月还会有300美元的津贴 如果学生住所离学校太远 学校还会发放交通不住 所以啊 瑞典人民生活 可以算得上很幸福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 用你发财的小手 赶来个点赞 关注吧 咱们下期再见